因為我準備第2個是第6個 那就很失敗 所以我們就盡量 老師既然感慨 既然生日來做喜歡 第一行員要注意的事情 這讓大家幫你練習小舒緩 實際體會這種古早文化的美妙 因為可以自由發揮 大概是越後越興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以前我們寫凱書的時候 然後這個大的字文不敢寫 現在老師老師說 你盡量寫大意放下 然後我們就盡量就是 現在就看上大師一樣會好 也從遠景的地方 然後能夠放鬆 能夠全新的把它放 就是寫得比較開放一點 那個對整個字體的結構 就非常的有趣味性 基德老師劉昆華表現 這種古早的文字 是真正正沒有統一的文字 所以沒有什麼規則 寫起來還是覺得 有寫命力 不管是對剛才有書法 還是本身書法已經很厲害 都可以有這麼多的收費 這個古文字是因為它沒有統一的原則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創作者 你只要掌握出它筆畫的 由上而下 由左而右的一個順序感的話 你可以大力的發揮 那產生一種 它不是只有書法一個作品 它也是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藝術品 所以它不極限的是寫字 它可以把它當畫畫 當成油畫 當成什麼樣的感覺 這裡由南大館修復文化協 所開設的書法建設班 欣賞在民眾補名參加 重新自己的生活 尤其在基督老師 有考慮的教導資格 僅應去學校對書法的興趣 在庫典上台 可以看到學校是有得很開心 去吃女性掌握活動喔